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我们的Linux能够接入互联网 那么默认网络亚目员其实不需要做任何修备 这些亚目命令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么到底有哪些亚目命令可以使用呢 首先可以使用的命令是查询 亚目list 这条命令的作用是获取可以服务器上可用的软件包列表 我们执行一下它 它是要到远程服务器上去查询列表 所以在本机任何位置执行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前提是你的Linux可以连接互联网 看到了吗 这能看到软件包 这个版本和这个地址容器的名称 还记得这个地址容器吗 打开etc下的yam.repost.d 我们上节课是不是在这里 看了这个base这个地址池 这个基本的网络亚目员配置文件 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容器的名称 所以刚刚在这里看到 这些文件都是这个容器当中的文件 好了 那这就是查询 非常简单 能够看到 能够看到我在这个容器当中有哪些软件包 可以使用安装 还可以用search关键字来搜索 这个相应的这个 相应的软件包的这个 它所的跟它相关的软件包 注意 这块啊 我们用的是亚摩 search后面加包名 这块说的关键字 指的就是包名 这里提醒大家一件事 前面我们介绍了包名和包权名的概念 这个包名和包权名 只对RPM手工 只对RPM手工管理成效 也就是说包名和包权名的概念 只在这里 我一旦离开了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是不是讲亚摩管理了 就不再有包权名的概念 其实很好理解 我们的亚摩是自动到服务器上去搜索 这个软件包 我只要告诉亚摩 我搜索的包的包名 剩余的版本 这些内容 它就会到服务器上自动减锁 不需要我们人为参与 所以呢 不再有包权名的概念 亚摩使用的时候 全都只用包名 你不要说这个软件包没有安装 所以应该用包权名 这个是手工RPM包管理的概念 在这里 一旦离开了这里 包权名和包名就没有再有这个概念了 大家注意啊 所以啊 这块这个关键字主要指的就是包 那我们试一下 他想搜索一下 要想安装Apaq 除了安装Apaq 还要安装这些Apaq的相应包 能够看到它的相关的跟Apaq相关的其他包 那这是查询 那有查询是不是就应该有安装啊 非常简单 安装命令 Yam-line-install加包名 Install的意思是安装 杠外的意思是自动回答yes 啥意思 如果不加杠外 他每装一个软件包都会问你 真的要装吗 你得回打外回车才会安装 如果加了杠外就全自动了 你就等着就行了 所有的安装过程都会自动执行 那我们就用Yam-line-an装个包 安装谁啊 其实装谁都行 但是这里我们安装GCC GCC是C语言的编辑器 我们后面要讲圆码包安装 那个时候必须有GCC的存在 才可以 圆码包才可以正常安装 什么叫编辑器啊 我们说过 我们的Linux写这个一开始都是开圆的 那 C语言的原代码 要想翻译成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机器语言 就要依赖GCC这个编辑器 没有GCC 所有的原码包都不能安装 那这个GCC在我们讲课的 那个进行原码包安装之后 必须安装成功 只是这东西依赖的包过多 比那天咱们装阿帕奇依赖的包还要多 所以用Yam-line-an装 让它自动来装 好了 所有完成过程都是自动 看要装GCC 需要装这么多的依赖包 但是这些所有的包都不需要你手工参与 你只要回车等着就可以 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要去远程服务器下载这个 下载这个他所依赖的所有的包 所以看起来速度好像不怎么快 所以需要稍微等待一会 稍微等待一会 那么这个时间应该不贵太长 因为这些包都不太大 都不太大 我们稍微等待一会 让他装的 稍微等待一会 这里暂停 好了 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等待 大家会发现 首先Yam会到这个服务器上下载需要的这个软件包 哎 经过了这样一些时间啊 等待了下了多长时间 然后呢 他会自动的按照依赖性要求 把这些软件包一个一个一个装上 装完之后呢 看complete GCC现在就已经安装完成 Gongkill这些些 好 已经装完了 哎 Yam非常方便 只是用起来啊 因为是网络稍微比较慢 呃 如果下的软件包比较大 那个网络地址比较 网比较差的话 可能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 所有的依赖性不再需要我再考虑 我只要告诉服务器 我要装谁 我要装谁 剩余的工作都由Yam自动做 简直是太方便了 这就是Yam安装最大的好处 哎 自动安装 那么安装是这样 那如果要想升级呢 只要把 杠外后面加一个update 后面写包明即可 那现在呢 我们因为知道官方直接下载了这些筋 所以呢 呃 应该使用的已经是最新版本 也不需要升级 所以我这里升级命令不再掩饰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 如果你这个杠外update后面没有接包明 只写的是Yam安装外update 它的意思是说 升级所有软件包 包括Linux内核本都会升级 大家小心 Linux内核升级完成之后 是需要在本地做一定的配置 你的内核才可以正常使用 才可以启动 如果你是在远程执行了这样一条命令 你就会发现 你的服务器怎么也开不开机了 永远也无法连接 那这个时候 这条命令会导致服务器直接崩溃 如果你是在远程的话 所以我提醒大家 像这样的升级所有软件包的命令 我希望大家慎重 我们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超哥搭了一台新的服务器 然后呢 跟我们的合作单位 合作伙伴 他来负责在这个服务器上安装 安装这些程序 然后呢 头天打完 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 你们服务器荡了 我还很纳闷 我说服务器刚装的 什么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新系统 而且做了完整防护 没有做任何事情 怎么会当呢 我就追问他 你干嘛 他说我啥也没干 就升级了一下系统 好吧 再去看 他就执行了这样的小动作 导致的一次内核整个也彻底更新 内核更新之后 远程就导致了 他根本就起不来 远程就根本没有办法再做调整 还好服务器在我的根下 我在本地的情况下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啊 我相信大家如果升级后面请跟远程包明 不要直接打亚末杠外 那升级是这样 卸载也同样的词 小心我们说 RPM包的一带性是这样的 装A包的时候 问我要B包 先装B 装B包的时候先装C 那卸载的时候就是先卸载C 而装的时候是先卸载 先装C 再装B再装A 那卸载的时候就是先卸载A 再卸载B 最后卸载C 那这个时候啊 做这样的一些操作的时候 当A B C 卸载的时候 如果我要卸一个软件包 他会把它依赖的这些包全部卸载 但是有很多情况下 这个软件包 他依赖的包 不光被这个包依赖 还被Linux系统本身依赖 那这个时候 你以为只卸了这一个包 但是 他一些依赖包卸载完成之后 会导致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说 系统直接就崩溃了 或者系统当中很多重要功能都不能使用 这是我们说 使用YAM最常见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就是YAM更新 把整个系统全都更新 包括内核 第二个就是卸载 用YAM卸载 对不对 YAM非常智能 手工业RTM包卸载 你还能看看这个包 大概猜一下这个包是干嘛 YAM连这个过程都省了 它从头到尾全部自动化 那一旦你把某一个包卸载掉 它所依赖的这些包 也会相应的卸载 那这个时候 有可能会造成系统出现 所以 我在这里强调一下 服务器的安装原则 我们的Linux服务器 或者说所有的服务器 应该采用这样的原则 安装的时候 就一小话安装 不安装多余软件 使用什么软件 安装什么软件 手工装 尽量不卸载 尤其是YAM卸载 尽量不要多用 我们这么说吧 只要敢用YAM卸载了 或者敢用YAM升级所有系统 10个里面把系统玩崩溃了 几率大概在70%左右 670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东西非常危险 最好没事 别用YAM卸载 用什么装什么 装完了尽量就不要去卸载 如果非要卸载 非常简单 把 Install换成营目 后面加 包面即可 就可以卸载掉了 好了 卸载命令 我不再演示 这个东西不安全 所以呢 我不演示 卸载命令 那么 前面讲的是YAM的管理命令 YAM除了可以单独软件包来安装 安装升级卸载查询 还可以实行软件组的安装查询 我只要执行YAM group list 就可以查询YAM当中可以使用的软件组 YAM group list 大家会发现 有这么多的软件组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安装Linux系统的时候 在那里我说过 我们没有选择现在定制安装软件包 如果你选了现在定制软件包 就会发现 这里能够看到的软件组 其实就跟我在安装的时候 选择的那个现在定制是一致 那也就是说 这个组安装 其实就是安装的 我们安装过程当中选的那些公共组 只是啊 我们可能当时选的是 这个基本的服务器 没有去选现在定制 如果你们回过头再去看一下的话 那会就会发现 打开他们基本是一致 那这种组安装要比单独去安装一个 一个软件包要方便得多 比如说我需要某一个功能 比如说我需要一个什么输入法的功能 那把整个输入法组安装就行 只是 这里因为我们是采用了中文安装 又让我们的远程工具支持我们 所以这块输出的是中文 但是如果你要用YAM来 安装这个软件包组 它是不能识别中的 那安装命令不难 就是这样 YAM Grople list 后面加软件包组 只是我们在工具里查出来的是中文组 那要想看到英文组 也很简单 我打开讯息本身去查 YAM Grople list 就能看到这些英文组 然后呢 需要什么工作组 需要什么软件包组 装什么组就可以 注意 如果组的名字之间有空格 请你在这里 请你在这里 软件包组名这里 用双引号把这个组名扩起来 如果有空格的话 安装过程就是这样 非常简单 软件包组安装 那既然有软件包组的安装 当然也可以有软件包组的删除 那么软件包组啊 非常简单 也非常方便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可以安装 全都自动 我这里不再演示 好了 本节课 我们讲了YAM的命令 这里主要分了两类 一类是YAM的软件包安装 另外一类是YAM的软件包组安装 软件包安装当中 我们讲了YAM的安装 查询升级卸载 在软件包组安装当中 我们也讲了查询安装和卸载 那么这节课就是这样 我们下节课来讲光盘亚务员搭建 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